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前不久,杜王何鸿燊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享年98岁 杜王英明一世,在离世前已经将财产分割完毕 让家族内部之争不至于被拿到明面上 除了可以分割的财产和股份之外 各房之间也开始在公司内部努力安插自己的亲信 整个家族内部表明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暗潮修涌 如今大房已经去世,三房默默地继承了遗产 可以说这场家产之争就是二房与四房的明争暗斗 杜王离世之后,何超球作为家族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一起为杜王操办后事 但要知道,赌王家族风起云涌 在十年前还曾经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财产争夺战 所以想要让他们一家人在赌王后事细节上完全达成一致 估计也是不可能的 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在赌王后事还没有完全办妥时 赌王掌房的何超雄竟然把亲姐姐告上了法庭 其实外界也不太关注何超雄和何超贤两人之间的财产争夺战 因为两人无非就是在争自己亲生母亲所留下来的那一套价值30亿的豪宅而已 相较于两人的财争争夺战 但大众倒是对二房和四房之间的斗争更加感兴趣 有人会说那还用说 家产大部分肯定是给新闻发布会上占CV的念稿的何超雄 以及他背后的二房 这话的确没错 但其实并非全对 又或者说并非赌王本意 十年前何鸿燊想要将聚集大笔家产的奥伯 亏赠给赌王四太 正因为此事他与二房长女对博公堂 在二房的强势下 甚至逼得伤害臣服几十年的赌王都被迫妥协才告一段落 从此世界不难看出二房手腕有多硬 但更让人嘖嘖称奇的便是文工团武技著称的四太 大嘴并不想讲从舞女蜕变成女强人的故事 而是想跟大家谈谈四太背后的女人 梁安琪早期虽有小聪明 但却备受二房压制 难以在奥伯做出成绩 直到她的出现 才让四太甚至四房逆袭 梁安琪当年在赌王八姐的扶持之下 就犹如草鞋匠 得到卧楼一般无往不利 当时就连一向一言堂的二房 都渐渐忌惮三分 杜王八姐一生坎坷 年幼因长相奇特而失丑 也因此问题 母亲担心 扯为其他人笑饼 而迟迟不让女儿上学堂 不过在八姐再三纠缠之下 何婉红已十二岁的高龄上校学一年级 一度被同学嘲笑学渣之后奋起直追 跳级八年 逆袭成港大女状元 可惜再辉煌的家世与学历都难逃豪门连英 母亲深知对方少爷放荡不羁 却因不舍小女老实而把老八错嫁花花公子 新婚第一年老八怀孕之后 丈夫便长期在日本青楼流连忘返 其实更是色胆包天 战乱时都要日本游船会老相好 就这样被美国一炮下去炸尘 老八挑起养家重担 还要照料婆婆女儿 万万没想到婆婆把儿子之死 归罪于老八并从挑拨母女关起 之后女儿在恶婆教导之下 使其母为杀父仇人般 甚至吹人之后一意孤行 穷困潦倒之下挑楼 杜王念其姐孤儿寡母便邀请来奥伯打礼 老八兢兢业业业从不敢让弟弟失望 杜王担心梁安琪势担力薄 而其包妹老实与二房甚为强势 便在住院之时担心不久于人事 脱姑于八姐 像当年四太刚跟杜王的时候 杜王说每个月给他十万 让他安心做他背后的女人 但是四太却不要这十万块 反而要跟赌王做生意 公然插手赌场生意 最伤说是干格 实则是为了占地盘抢生意 凡是最旺最大的赌厅一概要争 凡是优水最多的店铺一概要抢 四太的肆意掠夺 损害了赌王的师妹 何万琪的利益 以致双方事成水火 当时何万琪还到赌王跟前告状 最后却被赌王一句无能为力给打发了 事实上四太敢在公司 横行霸道除了赌王偏帮以外 背后更少不了最大的靠山 何万侯八姐的帮助 何万侯既是澳门娱乐公司的股东之一 又是赌王的包姐 他手上有人脉资源 与此同时 大家也会因为赌王这层关系 卖给他几分博面 因此四太透过何万宏 得以拉拢人心 扩张势力 也多亏了何万宏的一臂之力 死防一脉才能迅速崛起 才有了后面争产的资本与底气 如此说来 四太又惊天成就何万侯功不可没 都说得人恩果千年祭 得人花代万年香 懂得投桃报李的四太 特意将何万侯接到家中照料 四方子女和何万侯的感情 也十分深厚 自己尽儿子的责任去照顾姑母 据悉在赌王还没有去世之前 四太就有意让自己的长子 进入家族核心事业 但是却一直被二房阻挠 如今由于受到特殊的影响 澳门博彩的业绩大幅度下滑 尽管何超凤探严 父亲的离世并不会对公司的运作 造成影响 但是公司业绩缩水 也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在不久前的董事会 四方的长子何游亨 被选为国际商务发展总裁 准备进军日本市场 虽然四方长子何游亨的花边新闻非常多 在赌王去世之前 还被拍到开豪华邮轮 写港姐出游的照片 不过母亲已经把市值51的公司业务 交给他打理了 看样子也是对他寄予众望的 相较于弟弟何游君 喜欢自己搞事业 他的哥哥何游亨 倒是更倾向把自己的家族事业做大 相信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被董事会为重任的原因之一吧 比较意外的是 前两天奥博公司刚召开了董事会 四泰梁安琪的心腹吴志诚被降职 这也被媒体看作是二房与四房之间暗斗的结果 吴志诚刚被降职 四泰最倚重的大儿子何游亨就被委任国际商务发展总裁 这难道是二房和四房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 或者是四泰和另一位大股东霍振婷达成了某种交易 在这一轮的人事安排上四房暂时处于优势地位 何游亨和弟弟何游君不同 虽说两人都继承了父亲的智慧和商业眼光 但何游君从未染指赌王的任何产业 他不愿意坐向其成 而是希望能够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兄弟二人对未来的规划有很大的区别 何游亨作为四泰的长子 平时帮他分担的也多一些 在此之前有不少媒体猜测 随着赌王的离世 四泰梁安琪在公司的地位 会被逐渐的边缘化 没想到他能够顺利将儿子送进管理层 这也为他日后掌控奥伯买下伏笔 当然奥伯公司依然牢牢掌握在 二房何超雄和何超凤的手中 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姐妹二人都已年过半百 下一代人中又没有能够扛大旗的人选 被看作是赌王接班人的何超雄 没有孩子 妹妹何超凤有两个女儿 四房的优势在于年轻 他们完全能够耗得起 何尤亨今年才26岁 这些年四泰将很多生意都交给儿子打理 今年下来何尤亨已经有了不俗的眼光和管理能力 这两年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上 四房这一支都很旺 2019年5月何尤军包下整层商场求婚西梦瑶 10月份西梦瑶便为赌王生下长孙 何尤军也成为了媒体口中的长孙之父 何超营嫁给了哈佛天才新奇隆 四泰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过大礼仪式 女儿何宝旦的出生也为何家增添了不少喜气 如此看来四泰不愧是赌王最宠爱的女人 也不愧是身家224亿的女强人 事实上作为赌王最后的女人 四太太梁安琪和前面的三位太太 显然已经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每一样条件 除了长房太太过早去世没真的什么好处 与二房太太和三房太太比 梁安琪只能凭自己的实力 这光辉的背后梁安琪的付出 却是谁都无法估量的 她每天在这个大家庭中做的除了工作 还有勾行计 四泰便被动为主动 攻到最后反而更享受这种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感觉 与她当时无人脉 无机缘赤膊上阵相比 现在她手里多了斗具 哪怕对于二太打压其风头 说四泰身份不合法 是通必元侯 无法与齐天大圣相比 四泰也毫不留情地应对回去 我想她是跟年轻吃错药 何泰只有一位 其天大圣又如何 一样飞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 一来她能认清自己的地位 赌王原配只有一个 她和二太都是窃位 但又把赌王碰上了天 赌王是如来佛祖 这让赌王听了也满心欢喜 梁安琪就像是打不死的蟑螂 就算她失去了赌王这个靠山 她也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赌王家族是一部宫斗剧的话 那么四泰一定是活到最后的那个人 因为谁也干不到她 以前她以一己之力 尚且能够对抗又三位得力干将的二房 现在她把自己的长子也培养了起来 以后的四方只会越来越强 有这么能干的婆婆在 西梦瑶下半生的荣华富贵 基本上算是保住了 她这一次真是嫁对了婆家 恭喜她 在大嘴看来 他们赌王家族每个人单独出来资产 最少也得几十个亿 三个太太各自都有几百亿 几千亿 二房分的最多 但是其他三四房 就算没有他们那么多 也是普通人往城莫及的数目 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没有靠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吐槽留言 看完记得点赞哦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渔记 记起关注哦